点滴记录中国法治庆程 今日说法 在网络上他们相遇 他也就是说 可以打扮他一天的朋友吗 女性朋友 在现实中他们相识 穿着打扮什么 他可以吧 我想应该是那种富二代型的吧 富二代的体贴和信心 让他大为感动 他说他不愿意花女人的钱吗 可以帮助我 可以订要什么 一天可以赚一万块钱 然而一切不过是美梦异常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 你能做我女友吗 他到底这样做是目的是什么吗 不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2011年8月的一天晚上 在南京打工的小云正在网上浏览 突然QQ上有一个人要加他做朋友 他也就是说 可不可以就是假扮他一天的朋友吗 女性朋友 发来消息的是一个网名叫穿越时空的男子 他告诉小云 他老家在浙江 父母是开工厂的 自己在苏州做生意 他妈妈一直在浙江 没见过他的女友 只要小云帮忙 假扮他一天女友 过了他妈妈这一关就行 而且也不会让小云白帮忙 当时他说帮忙给一万块钱的时候 就说既然是帮忙嘛 对吧 前我当时没有考虑这个 只是说我就问他在哪里 他是在苏州吗 穿越时空希望小云第二天 能到苏州和他母亲见个面 小云听了对方的讲述 感觉这个叫穿越时空的网友 很是孝顺 小云想南京离苏州也不是很远 而且对方一直很恳切地 请求他帮忙 小云决定第二天去一趟苏州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小云是在南京做保险销售的 因为工作不顺心 就想到外地去看看弟弟 反正也要路过苏州 而且用一天的时间 就能挣一万块钱 小云决定去挣这钱 不过这个决定让他后悔不已 第二天晚上七点多 小云和穿越时空在苏州见了面 因为时间有些晚了 吃了晚饭 穿越时空带着小云去宾馆住下 打算转天带着小云去见他妈妈 可是第二天 小云没有见到穿越时空的母亲 穿越时空告诉小云 他妈妈这些天一直和他姐姐住在一起 而他和姐姐有些矛盾 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让小云和他妈妈见面 而因为和姐姐的矛盾 他手头也有些紧 希望小云能暂时借些钱给他周转一下 大概三万块钱左右吧 可是拿到钱后 这个穿越时空就没有了影子 这时候小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但是对于自己的遭遇 小云的选择是隐忍 钱没拿着 反倒又搭进去几万块钱 小云后悔了 他知道上当了 不过他没有报案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把这钱再要回来 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接下来发生的事 足以让小云后悔一辈子 派出所里一名女子欲言又止 我们看到那个女人 就是哭哭嘀嘀的情绪很低落 估计可能涉及到什么隐私方面的 汇款机前他慌慌张张 我就说你这个人你就认识嘛 你不认识不能打了 被骗的过程曲折离奇 嫌疑人的面目孤朔迷离 我们去调监后来 头像很不清晰 你能做我女友吗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012年6月初的一天 一名女子走进了江苏省 东台市的一个派出所 跟警察说她要报案 我们看到那个女人 就是哭哭嘀嘀的情绪很低落 这个女人当时讲话也 憨憨糊糊糊的 报案人只说在银行把钱汇没了 至于汇给了谁 为什么要汇款 一时也说不清楚 警察只好从一名银行保安那里 了解情况 银行的保安说 那个来报案的女子确实在银行的 自动存取款机上汇过款 当时在银行办业务的人很少 这名女子慌慌张张的 似乎不太会操作机器 还在不断地打着电话 保安看着这名女子的状态 似乎有些不对劲 一边询问情况 一边对她进行风险提醒 后来我又问她 我就说你这个人你又认识吗 你不认识不能打了 我们这里其实经常 其实遇到有的人几百块 都被人家骗 我说你不认识 千万不能打 她说不行呀 我反正要打了 担任了打给她 这名女子最终 还是没有听银行保安的劝说 把一万八千块钱汇了过去 可钱一汇完 那个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在朋友的劝说下 这名女子才报了案 报案的女子叫陈青 她说她被人骗了 5月29号吧 晚上下班以后 很晚了要上网 然后她就非常急 她就上 然后要叫我 叫我然后父爷里面 写了什么 请求我帮她一个忙 然后她做一点女朋友 然后给你一万块钱 帮你开地什么的 我当时就回答了 谁相信你的鬼话呀 对吧 给陈青发消息的人 网名叫笑看人生 陈青起初并没有理会她 可是 这个人一个劲地 要求陈青加她为好友 还发来了自己的照片 说她不是闲着无聊 是真的有事 让陈青帮忙 并且要求和陈青视频聊天 正常的不会视频 我知道晚上面很乱了 都是没安好心的人 陈青结婚有八年了 丈夫长期在外地打工 两三个月才回了一次 她带着儿子和婆婆 一起在东台生活 陈青说 平时在家没事做的时候 她喜欢上网 但是很少和陌生人视频聊天 然而那一天 鬼使神差的 她居然打开了视频通话 我都一直就想 我看看你到底是 何方神圣 为什么说出这种 很那个的话 对吧 很嚣张 很狂傲的话 穿着打扮什么 还可以吧 我想应该是那种 富二代型的吧 我想 她说这种话 说不定也有 她一定的道理吧 在聊天的过程中 陈青了解到 这个叫笑看人生的网友 是浙江人 在 陈青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这些很诱人的话 可以帮助我 可以订 一天可以赚一万块钱 就帮她这个忙 我想如果能帮她的话 对自己也有一定的好处 想去 实际不行的话 我就当去南京旅游一趟了 陈青本以为 这次去南京 既有的玩 又有钱赚 然而 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被骗了 警方想到 既然笑看人生 给陈青发过照片 两个人还进行过视频聊天 陈青的电脑上 应该会留下 笑看人生的蛛丝马迹 受害人可能考虑 这个事情不是很光彩 被骗了 怕被江里人责怪 已经在我们自己去之前 把所有的内容 都已经全部删除了 陈青在家工厂上班 一个月的工资 就两千多块钱 对方说 坐一天女友 可以挣一万块钱 很是诱人 而且离南京又不是很远 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当天去 当天就能回来 第二天一早 陈青坐着大巴 去了南京 中午十一点多 他们在南京汽车站附近的 快餐店见了面 又是非常感谢你 又是什么 今天你能来 又认识你 是什么 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见面之后 笑看人生一再表示 对陈青的感谢 还嘱咐了 见到他母亲应该说些什么 这个时候 他向陈青提出了一个要求 陈青平时喜欢戴一些金手势 那天 他戴着金项链 金手链 但是笑看人生说 他妈妈不喜欢女朋友 带这些东西 希望他能摘下来 不过 不要现在在快餐店 这样人多的地方摘 要摘也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之后 笑看人生说 他妈妈晚上才能够到南京 他带着陈青在附近 找家宾馆先休息一下 打给员工 让他去接他的 高速公路口去接他妈妈 他妈妈不认识路 陈青说 他们在去宾馆的路上 笑看人生 接了几个公司会计的电话 说的都是关于货款的事情 有几十万的样子 而且看他的穿着举止 都像个有钱人 这些就让陈青感到 帮他这个忙是很值得 陈青说 他和笑看人生两个人 在宾馆的客房里 喝着茶聊着天 还说做戏要做足 要给妈妈买个见面礼 到了房间里 笑看人生 帮着陈青把金手势摘了下来 放到了自己的包里 但是他人也没走 人在这里 我暂时放你包里面 就放你包里面 没想那么多 就发生了关系吧 是难听的 就看在琴的份上 警察考虑到陈青和骗子 既然去过宾馆 那宾馆的监控设备 就应该能拍摄到 笑看人生的形象 于是东台警方连夜赶到了南京 调取了那家宾馆的监控录像 我们去调监控的图像很不清晰 遗憾的是 宾馆里的监控录像很是模糊 让警察无法判断出嫌疑人的长相 到目前为止 只有陈青一个人见过笑看人生 警方通过各种方法都无法搞清 这个笑看人生到底长什么样 而且陈青自己 连笑看人生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这让警方感到十分棘手 那么接下来陈青到底是怎么被骗的呢 陈青说 两个人在宾馆休息了一段时间 大约下午三点左右 笑看人生说要带他去商场 给他妈妈买见面礼物 同时也给陈青买点东西 而当陈青从示意间里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笑看人生不见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 他说他在二楼看礼物嘛 对吧 然后又过一会儿 我说赶快结账 我也到二楼找他 我打电话 我说你在二楼哪里呢 他说您是公司 有一点次回公司去了 陈青头一次到南京 人生地不熟 而且他的金手势和行李 都在笑看人生那里 就只好回宾馆等消息了 在笑看人生离开之后 两个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 但是陈青始终没有再见到 笑看人生 也没有见到他妈妈 直到第二天早上 陈青再次给他打电话 让他把金手势还给自己 然而让陈青没想到的是 笑看人生 那个时候已经不在南京了 他说东西 谁要你的东西啊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啊 知道我为了你忙了 跟我妈妈忙了一个晚上 都是为了你啊 什么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你现在赶快坐车回东台去吧 我们已经连夜赶到东台了 夜里面去东台了说 陈青没想到一夜之间 笑看人生 竟然和他妈妈 回到了自己居住的东台时 他只好坐车往回走 但是回到东台之后 陈青还是没有见到 笑看人生 笑看人生 只是继续和他 保持着电话联系 警察随后又对 笑看人生的手机号码 进行了调查 但是这个号码 并没有登记机主的资料 无法核实身份 一时间 破案变得毫无头绪了 警察再次对整个案情 进行了梳理 这个犯罪协议人 他的手段应该是 比较老练的 他所谓的一些说法 应该是比较套路化 应该分析 分析应该不只是 第一次做案 之前应该 或许会有前科 类似的诈骗前科 然后我们把这个 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警务平台 警务平台对全省的 近两个月这里的案件 进行了窜变 当警察在内部系统 输入了租女友和诈骗 这两个关键词 进行查询的时候 发现在陈青报案前后 两个月内 江苏省境内 有六起类似的案件发生 其中有四起就发生在南京 嫌疑人会不会就在南京呢 于是警察在近两年 因诈骗罪被判刑 且刑满释放的南京人口中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筛查 总共筛查出16名 类似的应该说嫌疑人 警察马上找到了受害人陈青 让他辨认这16个人中 是否有效看人生 你把这16个人看一下 看哪一个人就长得像你 诈骗的一个人 我看这个10号比较像 这个 你确定就是这个10号 就像这个 就是10号 经过仔细的辨认 陈青发现 警察筛选出来的16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就是校看人生 这就是所谓的校看人生 真名叫李德安 28岁 南京六合去人 曾经两次因诈骗罪被判刑 2011年4月12日 刑满释放 目前没有正当职业 对这个人的居住地址 以及相关的其他情况 进行了就是说调查 发现这个嫌疑人 在南京一小区 有一出租房屋 成租的房屋 得到了这个消息 东台警方连夜赶到了南京 在南京方面的配合下 将李德安抓获 当时他正在和一个上海女孩 逛街 这个女孩 正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只不过这一次 他还没有骗到东西 就被警方抓获了 将小偷喂养 不都手会养 蛮有成忧吧 这就是嫌疑人李德安 这已经是他的三进攻了 他也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 所谓在浙江的母亲 也是不存在的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南京人 在和他的交流中 记者发现 对于自己的诈骗行为 李德安没有一点回忆 甚至觉得很是骄傲 就能感觉你们是体会不到的 只有我才能感觉得到 就像女人的第六感一样 我感觉 临得不得了 聊上没有20分钟 号码告诉我 然后第二天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们就是甚至一打车过来 打了南京 就见我 据李德安脚的 他一般就是在QQ上 寻找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的女性 然后浏览对方空间里的照片 一般从照片上就能判断出 对方会不会上当 说把你不像什么好人吗 你在外面也是 我的不好意思说了 李德安说 他前前后后总共骗了四个人 在他看来 他们也都不是什么正经的女人 之所以能够上当受骗 无非就是爱慕虚荣 爱占小便宜 为了让这些女人相信 自己是个有钱人 他在自己的包装上 也下了不少功夫 给那些女人也没少花钱 李德安说 为了让受骗者相信他有钱 他还让人冒充会计 在他和受骗见面的时候 打来电话 谎称要谈货款的事情 那么这个所谓的会计 究竟是何许人言呢 我真正的女朋友 嫌疑人李德安说 所谓的公司会计 其实就是他的女朋友 每次通话也都是跟他 根据李德安的交代 东台警方很快将 他的女朋友抓获归案 李德安所说的 他的这个真正的女朋友 叫于丽云 27岁是安徽人 不过您一定没有想到 这个于丽云 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 上当受骗的那个小云 他们的相爱从欺骗开始 知道是欺骗的杀人 是爱人还是骗子 他无群分别 我东西都没有 你拿什么去 证据去说明这些 曾经的受害者 为何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像小偷一样 不都是手会一样 你能做我女友吗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我能觉得一时心太软 没有想过用法律的手段 如果说一开始的话 报警的话 或者是在知道骗的时候 就是及时的 就是说制止不了的话 至少自己不会进来 自己不会参与这些事 面对我们的摄像机 于丽云很是后悔 他说之所以会弄到 今天这个样子 是因为他真的爱上了 骗子李德安 于丽云告诉我们 当初他到苏州之后 本来应该是假扮 李德安的女友 和他妈妈见面 然后就拿上李德安 给的一万块钱 两个人之间各不相欠 各走各的路 但是李德安说 他妈妈在检查工作 目前没有时间见他 好在他妈妈这几天 还不会离开苏州 等忙过了之后 就会安排见面 他说他要去他公司干嘛的 他卡什么东西都没带嘛 在他公司东西都放在他公司 然后说暂时拿点钱 让他到他公司去一下嘛 于丽云说 当时他自己也没有多想 就拿着几百块钱 交给了李德安 几个小时之后 李德安回来了 并且把钱还给了他 正是因为有了这次 钱财交往 让于丽云觉得 李德安是一个受信用的人 因此之后 他才不断地借钱给李德安 他先后给了李德安 三万块钱 其中有一万块钱 是他向弟弟借的 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些都是李德安设计的陷阱 不过如今 李德安却不这么认为 就算是欺骗也是善意的怀疑 我心里面我没有骗他 李德安说 最初他确实是打算 从于丽云手里骗上钱就走 但是见到之后才发现 于丽云长得还真是挺漂亮的 就打算和他谈一场恋爱 他就说他这段时间不去公司 他也不怎么忙 所以就陪我去转转 或者干嘛的 他说他自己也散散心 就是这种 于丽云说 他和李德安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李德安花钱 对自己也很体贴细心 于丽云回到南京之后 和李德安一直保持联系 一个月之后 李德安还搬到了南京 和于丽云同居在了一起 渐渐地 于丽云发现 李德安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 他知道自己被骗了 到后来嘛 发现了 他这样子好像 不只是 跟我一个人这样聊过 于丽云发现 李德安经常在网上 约其他的女人出来约会 用相同的手段骗别人的钱 于丽云说 最初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 他也恨过李德安 但是 因为自己对李德安有了感情 不忍心报警让他坐牢 于是就选择 继续和李德安在一起 一开始我只是想劝他 就是 想把他往好的方面去拉 于丽云说 他一直对李德安心存幻想 希望自己的情感 能够感动李德安 让他把钱还给自己 直到今年年初 于丽云的弟弟准备结婚 向他要钱 他这才急着找李德安 想把钱要回来 可是李德安的态度 让于丽云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了 他甚至就是说 有时候说 那你把卡号给我吧 我给你打 就是你给他卡号 你哪怕等一天两天 他也不可能会给你打的嘛 而李德安说实际上 他骗来的钱 都是和于丽云一起花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于丽云才会愿意帮他 实施诈骗的时候 假扮公司的会计 给他打电话 让受骗的人更加相信自己 最终把钱拿出来 这整个事情其实跟我 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除了接这个电话 其他的就是 也没有说 要见面其他的配合的东西 都没有 但是让于丽云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 最初是一个深刻者 但是他最后 尤其与犯罪分子一起 共同的再去 对别人实施诈骗 用我们本地的话说叫 既可可灵又可行 本案的男别搞人 他在之前 已经因为诈骗犯罪 受过两次刑罚 可以说 他是一个诈骗惯犯 他上一次诈骗行为 据这一次 相隔不到两年 根据法律的规定 属于女犯 依法应当从中处罚 目前李德安和于丽云 因为诈骗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六个月和一年九个月 于丽云也为自己的决定 后悔终生 其实他们所用的骗术 已经老套的不能再老了 但正如节目当中 李德安说的那样 如果你没有贪心 你是不会上当的 所以所有的防骗专家 其实都会告诉你 戒除贪心 是你防骗的第一法宝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他也就是说 可以假扮他一天的朋友吗 跟女性朋友 在现实中 他们相识 穿着打扮什么 还可以吧 我想应该是那种 富二代型的吧 富二代的体贴和细心 让他大为感动 不是他不愿意花女人的钱吗 可以帮助我 可以定要什么 一天可以赚一万块钱 然而 一切不过是美梦异常 今日说法 为你播出 你能做我女友吗 他到底这样做 目的是什么吗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2011年8月的一天晚上 在南京打工的小云 正在网上浏览 突然QQ上 有一个人 要加他做朋友 发来消息的是一个网名叫 穿越时空的男子 他告诉小云 他老家在浙江 父母是开工厂的 自己在苏州做生意 他妈妈一直在浙江 没见过他的女友 只要小云帮忙 假扮他一天女友 过了他妈妈这一关就行 而且也不会让小云白帮忙 当时他说帮忙 给一万块钱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看到那个女人 就是哭哭嘴嘴的 情绪很低落 估计可能涉及到 什么隐私方面的 汇款机前 他慌慌张张 我就说 你这个人你就认识嘛 你不认识不能打了 被骗的过程 曲折离奇 嫌疑人的面目 孤朔迷离 我们就调进了 图像很不清晰 你能做我女友吗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12年6月初的一天 一名女子走进了江苏省 东台市的一个派出所 跟警察说她要报案 我们看到那个女人 就是说哭哭嘴嘴的 情绪很低落 这个女人当时讲话 也含含糊糊的 报案人只说 在银行把钱汇没了 至于汇给了谁 为什么要汇款 一时也说不清楚 警察只好从一名 银行保安那里了解情况 银行的保安说 那个来报案的女子 确实在银行的 自动存取款机上汇过款 当时在银行办业务的人很少 这名女子慌慌张张的 似乎不太会操作机器 还在不断地打着电话 保安看着这名女子的状态 似乎有些不对劲 一边询问情况 一边对她进行风险提醒 后来我又问她 我就说你这个人 你又认识吗 你不认识不能打了 我们这里其实经常 其实遇到有的人 几百块都被人家骗 我说你不认识 千万不能打 她说不行呀 我反正要打了 答应了打给她 这名女子最终 还是没有听银行保安的劝说 把一万八千块钱汇了过去 可钱一汇完 那个电话就会了 陈青也没有多想 就答应了 陈青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陈青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这些很诱人的话 可以帮助我 可以定要什么 一天可以赚一万块钱 就帮她这个忙 我想如果能帮她的话 对自己也有一定的好处 想去 实际不行的话 我就当然去南京旅游一趟 陈青本以为 这次去南京 既有的玩又有钱赚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被骗了 警方想到 既然笑看人生 给陈青发过照片 两个人还进行过视频聊天 陈青的电脑上 应该会留下 笑看人生的蛛丝马迹 受害人可能考虑 这个事情不是很光彩 被骗了 怕被江里人责怪 已经在我们自己去之前 把所有的内容 都已经全部删除了 陈青在家工厂上班 一个月的工资 就两千多块钱 对方说 做一天女友 可以挣一万块钱 很是诱人 而且离南京又不是很远 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当天去当天就能回来 第二天一早 陈青坐着大巴去了南京 中午十一点多 他们在南京汽车站附近的 快餐店见了面 有时候非常感谢你 又是什么 今天你能来 又认识你 是什么 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见面之后 笑看人生一再表示 对陈青的感谢 还嘱咐了 见到他母亲应该说些什么 这个时候 他向陈青提出了一个要求 然后说 他妈妈不喜欢看见女朋友 这么奢侈 带这些东西 然后当时坐在卖当楼里面 我就想 那好 我现在就拿下来吧 他立马阻止了 现在不要拿 他那些到处看看 然后好多人 说我现在不着急拿下来 陈青平时喜欢带一些金首饰 那天 穿越时空希望小云第二天 能到苏州和他母亲见个面 小云听了对方的讲述 感觉这个叫穿越时空的网友 很是孝顺 小云想 南京离苏州也不是很远 而且对方一直很恳切地请求他帮忙 小云决定第二天去一趟苏州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小云是在南京做保险销售的 因为工作不顺心 就想到外地去看看弟弟 反正也要路过苏州 而且用一天的时间就能挣一万块钱 小云决定去挣这钱 不过这个决定让他后悔不已 第二天晚上七点多 小云和穿越时空在苏州见了面 因为时间有些晚了 吃了晚饭 穿越时空带着小云去宾馆住下 打算转天带着小云去见他妈妈 可是第二天 小云没有见到穿越时空的母亲 穿越时空告诉小云 他妈妈这些天一直和他姐姐住在一起 而他和姐姐有些矛盾 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让小云和他妈妈见面 而因为和姐姐的矛盾 他手头也有些紧 希望小云能暂时借些钱给他周转一下 大概三万块钱左右吧 可是拿到钱后 这个穿越时空就没有了影子 这时候小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但是对于自己的遭遇 小云的选择是隐忍 钱没拿着 反倒又搭进去几万块钱 小云后悔了 他知道上当了 不过他没有报案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把这钱再要回来 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接下来发生的事 足以让小云后悔一辈子 派出所里一名女子欲言又止 就再也打不通了 在朋友的劝说下 这名女子才报了案 报案的女子叫陈青 她说她被人骗了 5月29号吧 晚上下班以后 很晚了要上网 然后她就非常急 她就上了 然后又教我 教我 然后父爷里面写了 什么请求我帮她一个忙 然后她做一定女朋友 然后给你一万块钱 帮你开地什么的 我当时就回答了 谁相信你的鬼话 给陈青发消息的人 网名叫笑看人生 陈青起初并没有理会她 可是这个人一个劲地 要求陈青加她为好友 还发来了自己的照片 说她不是闲着无聊 是真的有事 让陈青帮忙 并且要求和陈青视频聊天 正常的不贵视频 我知道网上面很乱了 都是没安好心的人 陈青结婚有八年了 丈夫长期在外地打工 两三个月才回了一次 她带着儿子和婆婆 一起在东台生活 陈青说 平时在家没事做的时候 她喜欢上网 但是很少和陌生人视频聊天 然而那一天 鬼使神差的 她居然打开了视频通话 我都一直就想 我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说出这种 很那个的话 对吧 很嚣张 很狂妄的话 穿着打扮什么 还可以吧 我想应该是那种 富二代型的吧 我想她说这种话 说不定也有她一定的道理吧 在聊天的过程中 陈青了解到 这个叫笑看人生的网友 是浙江人 在聊天的 都会是不是 在这里 你听到什么 她说没有 那是可笑看人生的网友 都会有一天 什么事 都果然有 好